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蝸牛10月9號的更新公告 這個更新公告我原本猶豫了一陣子 就想說到底要不要拍影片 因為這個內容其實 重點的話就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家園可以養豬了 就只有這個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改版公告的密令 這個小蝸牛天婦羅 我們這邊就會獲得100白蝌蚪跟3000黑蝌蚪 接下來講一下我們這一次改版重點這個寵物豬功能 那我們這邊是需要以下三個材料 我們到時候改版後我們才可以來飼養 首先第一個這個異界之種啊 是我們家園的守衛機器人那我相信 應該大部分玩家應該差不多9乘5以上 應該早就都有這個東西了啦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我們這一個 那個有點小的石盆 還有我們這個有點小的項圈 這兩個的話都是在販賣機可以做購買的 所以這個難度我相信不難啦 那改版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區域就可以養豬了 就是這個點 再來看一下我們其他的那個改版資訊稍微帶到就好了 首先這邊旅行探索這邊還是繼續優化了美術資源啊 描述文本啊然後修復一些問題 你看這邊有英倫特殊卡片的美術資源嘛 然後貴重品的獲取圖鏡顯示 然後神域是每一次的改版都會一直在做優化 那這一次的話是優化了那個採集事件 就是讓玩家們的那個採集界面更加遍地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4個這個是天下部分遊戲影響 還有其他還有一些問題的修復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改版內容 重點的話就只有可以養豬了 這一次改版內容就是比較少一點 但至少定期可以維護一些東西然後來做優化我覺得就還不錯了 影片的最後這邊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應該在下禮拜三以前我會發那個西域的前中期影片 那因為我目前現在的那個雅典娜也還在練嘛 然後加上一些情報點 其實它是需要有連貫性的 那我覺得我自己這一塊還需要掛記一陣子 所以就請一些需要的玩家們稍微稍等一下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啦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